我想我講一個故事 就是有偏鄉學校 從三年級到六年級的 三十七個學生 只有十八位可以寫全ABC 還有一所國中 新生十六位 六位寫不全ABC 所有的老師要教會學生最基本的 沒有說是他教到後來能夠進台大 不是這個意思 教會最基本的 可惜啊 沒有一個部長講這句話 也不曉得什麼原因 最後大家知道 各位知道 李白的《江敬九》 一句話叫做康尼 你看 康尼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對我們的大觀教 君不見學生程度非常差